由于涉及上百万令吉款项的滥权案和伪造申报案 反贪会则延长扣留了登家楼一名政府关联公司的前任行政人员 反贪会今早向瓜登推示厅申请延扣令 延扣40岁的女子长达6天 另外还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落网 不过随后获得保释外出 除了涉嫌滥用职权有关女高层 协助丈夫的公司获取公用协约 两名女子也涉嫌合谋提交虚假文件 有关文件涉及2022年 一项大约2000例级的新冠病毒筛查测试 但不曾进行任何的测试 登家楼反贪会主任哈兹鲁不排除 还会有人陆续被捕 大约2006天 优优独播剧场з